哈囉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分享國文學測的技巧 然後我們會分為國重跟國寫 那因為我個人的國文不是都非常厲害 所以我邀請到一個在寫作上面鑽研非常久 然後成就非常高的 大家好,我是台大國企系的黃巧榮 那我們這集一樣分為四點來講解 那就記得看下去吧 第一點就是廣泛閱讀不偏時 因為其實我認為近年來的國文 其實有廣泛不同科目出題的趨勢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國文的散文 或是經典文學其實是遠遠不足的 所以我就建議你至少每天要寫一篇的閱讀測驗 然後去抓重點 那像閱讀測驗的話 其實像短篇或者是極短篇 那他們的重點都會傾向放在最前面或最後面 那這種東西你就可以從首或尾去找重點 那如果是稍微中長篇的話 他可能會把精彩的東西放在中間 那如果題目要求 或者是他可能線索放在那的話 你找中長篇的中間精彩的部分去抓 可能會比較容易一次就找到 那這些的用意就是為了讓你在臨場的時候 你可能累積多了 那你到時候看到題目你就會一眼知道說 就比較類似你之前看過的那樣題型 你要怎麼下手 我們第二個部分是熟讀古文很重要 不讀真的會死翹翹 這真的不是在恐慌你們 是我們發現到近年來的國學常識 其實都是從古文15去做延伸 所以呢 你在讀古文15跟A級全文的時候 你要去細讀它的注釋 字音跟字形 還有它的文學的體材流變 因為其實你熟讀這個部分 比你去課的那種國學常識書 會來的很有效果的多 因為你熟讀那個 其實投資報酬率是很低的 而且又不一定會考 然後又花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還是回到 你的古文15跟A級全文去做熟悉 這樣子會來的比較有效率 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很怕古文 那我覺得讀古文最重要就是把它當成故事讀 那你看第一片 通常如果比較難的選文 你可能看第一片 你可能只了解它大概30%的脈絡沒有關係 你可能可以跟選項互相對應 或者是你再把第二片 你可能沒有看到的面向再重讀一遍 然後你把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的三種 你看到不同層面的東西統合起來 那這樣文章的理解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第三個部分我們要講的是 分題型分析選擇題 我們從這題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錯字都是我們生活中常錯字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在生活中可以去抓錯字 像在新聞上常會出現一些積非城市的錯誤 你就可以去抓 然後就可以得到文字的敏感度 或是你可以從一個句子的脈絡去抓應該要用什麼字 像C選項的啟用 啟用的啟一定是開啟的啟 不可能是啟來的啟吧 因為它是一個開始去使用的設施 是一個揭開序幕 所以應該要用啟 那要怎麼迅速找到這題的答案呢 錯字通常都會出現在成語方面 不然就是動詞 那如果這些都沒有找到的話 你們就可以用刪去法去找出答案 那其實很多都會出現在我們意想不到的 簡單的詞語當中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確定 那很難的詞語有沒有錯的話 你可以反過來想一下 那很簡單的說不定其實就是答案就藏在裡面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第18題 它是屬於文言對比的題型 那這題的答對率只有20% 在今年可能大家都會在B跟C選項之間做游移 其實我本人也是選到C就是錯的答案 那究竟為什麼B是正確的呢 其實B正確的點就在於說 它說情受益未強部之數物 它的未強部其實就是一個正向肯定的意思 所以我們把正向肯定的意思套進去之後 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能夠察覺到數物 代表它有對外在感知的能力 再來就是說 它為常不有淪淚 所愛所疑 就代表說它其實是有情感 是有好物的 所以B選項是完全正確的 對 那至於C選項有些人可能有疑慮 但它的題目你要去分析一下它的字句 那它說稍一差錯則墮入比重 它的稍一差錯就是指甲丸的錦析 但是它其實要問你的是 這個差錯是不是被歸類在這四個範疇內 所以在選題部分我們有找到幾個小技巧 比如說像一個選項可能會有正確的部分跟錯誤的部分 它可能把它組織在一起 那你就要去抓說這部分是正確 那另外一部分呢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 就是並沒有提到 或者是它其實是反面的 那你可能就要察覺一下 這些是不是應該選的選項 像是從41題的A選項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說專業知識可以增加主體的記憶力 但其實在文章裡面只有說 它可以減輕記憶的負擔 它更沒有提到說 可以使主體的知覺系統更加敏銳 雖然它這整句話看起來非常合理 但它沒有提到就是不可以選 那再來是一樣容易選錯的是B選項 它說它唯一的差別在於有背景知識 但它這裡說的背景知識 是指奇異的背景知識 它沒有說是不同領域 多種類的背景知識 因此也是不可以選的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非選擇題的部分 那其實自從改制之後 它占國人的總分10到44% 因此是非常重的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我們選擇題 是要用鉛筆畫卡 簡答題要記得換成黑色原子筆做書寫 不然會被扣分哦 再來就是我們在答題的時候 盡量要用文章中的字句去寫 然後呢不要因為時間可能覺得會不夠 然後就自己精簡字句 這樣可能會沒有寫到它想要看到的重點 因此失去分數 在我們從今年的試辦考試的39題來看 它說前後兩次的忍的意義分別為何 那其實它在幫你畫線的後面分別都有提到說 第一個是忍著就是忍耐 再來的忍是不忍人之心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後面的人什麼 然後把它寫上去 這樣就可以拿到分數了 所以其實 呃 翻選的題拿分並不困難 只是你要有耐心 然後去抓到它想要看到的東西 那接下來第二題的話 它問的是說在戴與不戴面罩 這件條件之下其實是無關的 那就可以回去看到最後一段的地方 它說就算是以前不戴面罩的時候 所以這邊就有做出了以前跟現在的對比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人們也都為了自己彼此的幸福 不默施展各種人數 所以代表說我們都是願意雙向付出 不願意去傷害別人的 所以這個題目可以怎麼寫 就可以寫成說 無論是否有疫情 都不希望別人受傷害 那這樣的回答就已經很簡明 餓藥了 最後我們要分享的最大的結論就是 我們還是要多練習 才有辦法將我們剛教的技巧 實際應用在考試之中 那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做定證呢 其實有一些題目 它都會連結到它原本的章節出處 所以你如果會錯 就代表你對那個部分 可能不是這麼熟悉 你就可以回去複習 它的文章 或者是它的字音字形 然後這樣你下次 就不會再做一樣的錯誤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針對國寫的知性題 跟感性題 都分別有做一些論述 或者是我們會分析一下題目 跟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方向要怎麼寫 所以不要錯過的 記得 下一部影片囉 好 那最後就是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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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